看是最强心人 所有人在选择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跟他在一组 掌声有请童默南 我觉得很看好戏了 说实话 这也太精彩了 大家好 我是童默南 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些婚姻方面的问题 我经常感觉 我情感关系上最大的阻碍 就是我现在这两个职业 脱口秀演员和英语老师 作为一个英语老师 现在还在一个培训行业里工作 教的还是出国留学考试 就你现在很难找到 比我这个更绝望的职业了 我本来心态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录节目录得不行 还可以回去教书 谁常想录着录着一扭头 行业没了 录成全职脱口秀演员了 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们这个工作属性也很倒霉 就每个周末节假日 我们都要演出 和女朋友基本休息不到一起 我女朋友都很诧异 说默南 就跟你在一起 我才第一次知道 就一个人啊 竟然可以在没有钱 也没有事业的同时 还没有时间 这真是绝了 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能够在所有短板 一应俱全的同时 每一块还都短得这么 歇斯底里 我经常感觉 如果说人就像是一个木桶 有长板 有短板 那么大家路过我身边 都得惊叹 说呀 这怎么还有一个托盘 我就纳闷 为什么人的优点 往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是缺点 竟然可以一点排异反应都没有 很容易就做到五毒俱全啊 我跟我女朋友 一起去玩一个丧尸主题的密室逃脱 就在那么一个沉浸式的 世界末日的背景下 我竟然能够做到 在比其他人 胆小如鼠一万倍的同时 在比他们粗心大意一万倍 其他男孩都把女朋友挡在身后 端着枪 跟丧尸激战正憨 只有我一个人 把枪落在了门口大厅的沙发上 我女朋友都看傻了 说怎么 叶问啊 丧尸奔涌出来 给我逼到墙角 看到我手里空空如也 她都给整不会了 因为我得把她杀死 这个剧情才能够推进下去 找了大哥比我还着急啊 我俩面面相去 她都开始说人话了 你枪呢 可以掏出来了 看看是不是在那兜里呢 我也有点扭捏了 我说今天来的是有点匆忙 不过您看这样行吗 我对婚姻的焦虑其实也来于我妈 因为我妈从来不催婚 这反而激发出了一些 我对婚姻的欲望 我妈她对生活就非常的消极 你从微信名能感觉到 其泰然妈妈微信名 谭乡深处 宁静致远 幸福每一天 我妈微信名就三个字 没必要 AKA No Knee的 说莫南你就没必要结婚 结了婚还怎么 心无旁骛的给妈妈养老啊 就住在家里 到时候你爸也退休了 他洗衣服你做饭 两个巨婴都在家里 给我玩这个乌鸦反补 好吧 养尊处优这么些年 也该补上劳动这一刻了 It is your turn 我竟然都问出了一个 我觉得但凡有点骨气的年轻人 都不可能问出了一句话 我说妈 那我老了 谁来照顾我呀 我妈哈哈大笑 双方男 谁还管得了你呀 实在不放心 你走我前面也行 我现在都感觉 我觉得如果说所有的父母 都能够有我妈这种 毫不利人 专门利己的心态 就不催婚 甚至再决绝一点 能够拿出当年阻挠咱们早恋的那个劲头 来阻挠咱们的婚姻 咱们结婚率很有可能就是上升的 因为结婚就成了年轻人心目当中 最叛逆 最摇滚 最摇滚 最先锋的事情 音乐节上 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年轻人凑在一起 没有人pogo 没有人跳水 听嗨了 就在那拜天地 就在那哭呀 可以 可以 还是顶得挺高的 其中一个大哥腰杆挺直 掏出一个结婚证 旁边都吓坏了 说这东西现在可是很难搞到的呀 不会是玩死亡金属的 这你爸妈不得疯了 大哥摆摆手 这才哪到哪 年底 我把孙子都抱上 记得我头目来起来 今年所有的新人第二年都顶起来了 是 周期末得顶了 周期末哥继续得顶了 把那个凳子给周期末摆上 对 谢谢童谋男 三 二 一 哈哈 掌声再次送给童谋男 我是赵浩哲 那个大哥不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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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要是我的话我会直接踢上去的 然后 我 哎 言归正传啊 我今天来聊聊我的大学生活 我大学是在美国上的 但其实我这个留学生活挺水的 我高中没好好学习 竟跟同桌聊天了 就不管谁坐在我旁边 我都给他逗乐了 后来在我旁边安排了个结巴 我都给他治好了 就后来在托福培训班 又治好了几个结巴以后啊 一百二十分的托福考了五十七 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啊 就学语言是需要语言环境的 我刚到美国立马就学会了手语 你知道吗真的在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能确定自己点的食物到底叫什么 因为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 This one 有的时候特殊一点啊 他们睡在别人的桌子上 他们叫做That one 就留学生跟留学生是不一样的 忽兰那种学习好的啊 出国叫杜金 我这种学习不好的 出国就是贴膜 到了大学我学习也不是很努力 我大一的数学课 国内高二就学过了 我天天翘课 结果成绩还是名列前茅 每个同学找我来辅导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这个神秘的东方力量叫 即便偶不便符号看相线 我大学学的是统计学 但其实我真正学的是狼人杀 我曾经跟晚上 我曾经跟同学 晚上起床 白天睡觉 连续杀了十天 你知道玩到最后 人都是懵的 上帝说天黑请闭眼 我都感觉不是在Q流程 是在劝我 天黑咱就闭闭眼吧 再这么熬下去 咱这个游戏就要死真人了 我妈晚上睡觉前 给我打视频电话 一夜没睡的我 还要装出一副 刚起床的样子 她不知道啊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生母中依然是中国中 我妈还说呢 这儿子怎么眼睛都不睁开呀 是没睡够吗 我下意识地回 不睁开就对了 因为我是平民 其实我去之前 对美国是有幻想的 我以为自己去的是华尔街 是硅谷 但当我第一次走下飞机 看到机场的宣传语写着 欢迎来到密苏里 欢迎来到美国的粮仓 我幻灭了 美国的粮仓 葛中国就是北大荒啊 我一个山东人飘洋过海 来美国闯关东了 那个机场又小又破 我都怀疑那个机场啊 是火车站改的 而且还不是上海虹桥那种火车站 而是那种 詹天佑 在光绪年间建的那种火车站 我每次下飞机都要猛的一回头 我说我要确认一下 我刚刚坐的那架飞机 不会是一架绿皮飞机吧 每次我走在那个狼桥里面啊 我已经说走在那个狼桥上面 因为那个狼桥是露天的 我虽然英语不好 但我知道这里的介词不能用in 得用on 每次我walking on the狼桥啊 夏天的风blow in my face 地勤在旁边 Welcome to America 我在这儿默念中国 I miss you 我虽然学习不是很努力 但是我一直有在努力的送外卖 勤工俭学嘛 农业周嘛 植被多 野生动物也多 路上真的全是路 密苏里有一句古话 叫车到山前 它必有路 晚上开车很不安全 怎么说呢 就是小路乱撞的 而且你别看我五大三粗的 说自己是李逵 晚上真害怕 把李逵脸都下白了 而且还有一个节日叫万圣节 哎呦那天晚上送外卖 那真是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 就你别说美国人在防疫啊 废墟下救人啥的不太上心 但在扮鬼这方面可认真啊 你一开门都不知道 出来的是什么鬼东西 送多了我都麻木了 开门一个大哥 一脸白粉刺着火牙扑了过来 我淡定的说 你是我今天送的 第四个吸血鬼了 来 你个死鬼 这是你的 家学粉丝不要粉丝 就我为什么这么淡定啊 因为我查过 就是吸血鬼怕什么 怕大蒜 大蒜嘛 这是流淌在我们山东人血液里的东西 其实刘学生没什么了不起的 大家都是普通人 有的人拿这个夸我 我都很羞愧 还有人拿这个炫耀 我一眼就能识破 他在装蒜 因为我刚才说了嘛 算这玩意儿 那是流淌在我血液里的东西 我谢谢大家 我是张浩哲 太紧张了 浩哲 那后面稍微好一点点 这整体还是特别紧张 谢谢浩哲 喜欢浩哲表演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3 2 1 请投票 其实吃了很多国司哈 是不是有点紧张 对 我前面有一点点忘词说错了 对 你那儿就是调个两拍 后面就一直差半拍 对 好在你的内容还是比较好笑的 内容好的 但是郭老师拍了 郭老师觉得哪块真的好精彩 不得不拍 那个大蒜长在血液里 我特别喜欢血液 跟血液有灵魂有关系的东西 你知道吗 有深度 有深度 有内涵 静姐是听到她在美国那些 英语什么 感觉你特别有共鸣的 跟英语 我英语比她还烂呢 但你不是也是 大家好 我是郭京飞 今天是1v1分区对抗赛 也就是下卫区恐后赛 来的时候心里边有点不平衡 多少呢 我也是一个有资历的年长的演员 为什么让我在下卫区开场呢 人嘛都有好胜心 我就问了一下 上卫区谁啊 他们说宁静老师 我就赶紧收声了 我说还有更荒凉的地方吗 我可以去郊区 他挺厉害啊 我呢是觉得我特别适合这个喜剧 也适合当演员 虽然我们家没有干这个 我爸呢 是中国第一批空哨 就是男称舞员 在这样的家庭里边呢 那个我没什么压力 因为别人的父母都在乎自己的孩子飞得高不高 我没有压力 我不可能飞得比我爸高 那时候我爸呢 这个经常不在家飞来飞去的 我呢特别希望在家见到他 所以他一回来我就特别渴望他关注我 就看我看我 我就挤眉弄眼 搔手弄姿 我爸呢也特别给面子 也哈哈大笑挺捧场的 回头就跟我妈说 完了这孩子缺心眼 然后童年的时候呢 我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表演人格 我就特别希望别人看我 我们家门口有一大烟筒 十几米高 我叫上一帮小朋友 走啊 看我爬烟筒去 敢吗 我肯定不敢啊 硬着头皮 就想让他们看我 往上爬 爬到一半的时候 哎呦 腿一直在抖 浑身都在抖 万籁俱寂 只有风声 还有我的心跳声 心里就蹦出两个字 完了 我一挂就是一下午 再往下一看 小朋友们都已经回家了 人家吃饭去了 那时我觉得我是一个 非常敬业的演员 观众都已经离场了 我还在我的舞台上 我觉得我抓住了 是个好演员 没抓住 掉下来了 18年后 我还是个好演员 非专业人士切勿模仿啊 后来呢我就成了一个真正的演员 你演了话剧 演了一大堆这些都可以快进 咱咱咱咱咱咱咱 我就说到余欢水 余欢水有一个镜头 是我这个脸砸在地上 摔得特别狠 那镜头是我设计的 我觉得呢 就是在这块我必须得要摔一个狠跤 砸在观众心里的 因为到时候 我就跟这个身边的这个工作人员说 我说这个帮帮我 我说这一下我必须得要摔得狠 工作人员特别直接 没问题啊郭老师 我们一定尊重您的想法 你把电子撤了 你就在这地上摔 真地砸 我说你们也不用这么尊重我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们的心意 我领了 你们的垫子 我也领了 在余欢水之前呢 我播了一个戏 叫都挺好 这个苏明成真的是搞死我了 我天天被骂 有骂苏明成的 有骂我 我冤呢 我接着戏的时候只有前五集剧本 谁知道后面会变成那样的 我就是苏家的一大武将 拳打苏明玉 脚踹苏大强 但是戏火了 我也跟着一块火了 有观众认识我了 下了飞机以后 也有观众来找我 我那时候的心理活动只是一个动作 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来找我 要我签名的还是要打苏明成 非常恐慌 但不管怎么说 我火了 所以后来呢 这个大大小小的戏啊 什么这种大项目小项目 都来找我了 特别高兴 那我肯定要捡大项目 对吧 刺杀小说家 投资多大 大导演 陆阳 大导演的从外地 飞到北京来见我 我说这男一号 我一定要好好争取 我一定把它演好 导演说你演的不是男一号 男一号我们订的雷家音 我说女一我也可以 我刚才说 别别别 你别这样 我们女一定的是杨幂 我说你找我演谁呢 我也是个腕儿 对吧 我们真的很需要你 需要你的能力 一个话剧演员 在肢体上有表现力 你演一件盔甲 我说你们这戏投资太大了 一件衣服都要找真人来演 我跟导演说我好 你下一个戏咱俩说好了 让我演人 这回我把裤子一块儿跟你演了 我送你个全套 谢谢 其实我心里面很高兴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一年级有好多表演练习 就是人演物体 我演过手机 演过眼镜 演过被打碎的鸡蛋 这种无形的东西 我还演过瓶盖 每一个瓶盖 你看起开的瓶盖不一样 还有拧开的瓶盖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拧开瓶盖的 经典有机AR纯牛奶 有机预想AR 自然原生 天生珍贵 比新 这样呢 反正我也算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半个戏剧演员 所以今天呢 我要告诉所有的选手 如果你们被淘汰了 不要灰心 想想我的经历 咬牙坚持下去 坚持到一定程度 你们就会发现喜剧靠的是 天赋 谢谢大家 我是天赋二饼的郭清飞 大家好啊 这比赛压力还真是挺大的 我现在都要去听那个正念冥想的音频了 你知道那个正念冥想吗 就是让你那个盘着腿坐在那 然后打坐一个悠扬的音乐 一个瓷性的声音 倾听你的呼吸 就那个 但我发现有一个悖论 就是你越焦虑 你耐心也越差 我现在听那个正念冥想的音频 我都要三倍速啊 就没有那个耐性了 我说 你一到时候说话呀 想说不定赶紧的安慰我呀 我放这个音乐 你能不能买个会员 你把那偏头许给我跳过去呀 我现在听的版本跟你们都不太一样 你们听的是 放松你的神经 我倍速之后 我听一Rat 我听一说唱 放松你的神经 打开你的心灵 此刻你会再是你自己是吃上边的蜻蜓 没有耐性了 我很久都没有完整的读完过一本书了 你们还阅读吗 我都是去听那个 三分钟带你读完百年孤独 这就是咱们这个时代的福利呀 颠覆所有说书行业 说书现在有这么个效率 这芒果成什么样啊 台底也糖糊了再吃了一半 他也拍板了 好 随唐演绎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15分钟 是咱们这个四大名著的串烧 而且我也大概了解 全国每年能够读完百年孤独的 也没有多少人 但那个视频的播放量 一百二十六万 我感觉马尔克斯知道 都得气着穿越回来 好小的 你概括能力挺强啊 我这一百年的孤独 你三分钟你给我解读完了 跑去拍拍他的肩膀上 马老 您也别着急 我这还开了二杯素呢 他三分钟解读他的 我一分半吸收了 而且您也没什么可不平衡的 短视频的时代不符 您也可以拍啊 这自我介绍稿 我都给您写好了 这不 我是拉美的 拉美哥伦比亚的 我们西班牙语这么说 孤独叫做solo 尤其是这一句啊 注意一个字不许错 经典超绿牛奶 每百毫升含六克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两倍营养 补充营养也能二倍速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一分钟 带你读完霍乱时期的爱情 也是咱马老的作品啊 纽约时报评价为 全人类最伟大的爱情小说 就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恋 一分钟也给你解读完了 我感觉就在这么一个时代 我概括您的能力 现在也很强啊 我感觉我都不用一分钟 我用一个感叹词 就能带你读完霍乱时期的爱情 霍 读完了 挺好嘛 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有时候我真的感觉 会不会咱们身边进步最快的 很有可能就是这帮短视频的博主 因为你想啊 书是他替咱们读的 电影是他替咱们看的 祖国大好河山他替咱们去的 恨不得波比跳他在家里替咱们蹦他 云体验的时代嘛 很多事情我不需要自己亲自去做了 游跟红健身操最火的那会儿 我也是拿着包薯片对着电脑 你这核心得收紧 还有那什么mbti 就测那个16型人格 就需要用那个东西来替咱们了解自己 了解别人 其实我就捋了一遍那个16个人格 我就感觉有那么点不靠谱 因为有时候你这性格测试 你不能说测出来的所有人都是好人 你这测出来的人性中的缺陷啊 你不是说你是守护者 他是倡导者 有能耐你把那家暴狂你给我测出来 你就出一个结果 您是全球只有1.5%的控制狂加家暴狂 快去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吧 还有每一种人格都有自己的那种历史人物 马力联盟录 爱迪生 比尔盖茨 我说你给比尔盖茨做题了 他在那开着董事会呢 你敲敲门 说 忙着呢 我这有126道选择题 比尔盖茨忍着怒气 要没做完了 你慌上那结果 说出来您都不敢信 您竟然是个企业家 这也不巧了吗 坦实讲 其实我也老感觉我自己有点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我经常幻想自己老太隆忠的样子 到时候我去看病 医生满脸的不耐烦 说交了多少次了 还是不会用元宇宙挂号 医生都是10后15后 说啥我也听不懂 在我病例本上写上大大的DHS 我心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一瞪眼 多喝水 看不懂啊 我躺手术室里了 大夫不慌不忙 点开了三分钟 教你学会心脏搭桥 大爷 别着急 一分半就能吸收 这俩有崇布兰 请上下 谢谢漠南 三 二 一 请坐票 花儿姐最 最嗨那个DHS 是不是 她的知识脑洞太大开了 我觉得就是特别好 就让我感觉到了 她是 我以前看过她是属于 英语培训班 让我直接想到了 你是效果的董宇辉吧 曾毅哥是拍在Rap上的 就是必须的拍 人家必须的 说上交付嘛 我准备把她那些 说的那些名书 我也放快 多少杯几分钟 全部听完 我看看是什么效果 你是有一些上价值 或值得人思考的东西 卖才它可能更多的是搞笑 所以我们这次这个新本子呢 考虑在搞笑之余 能够给大家一点发人深省的东西 我特别喜欢肉食的表演 在傻中吐着巧 这个事就很悬调了 我觉得新宝庄肉食动物的对决 基本上就是 最优秀的漫才组合 对上最优秀的错误性感人 打周老板 你肯定是要用最好的 对对对是 期待肉食动物能够发挥出 它百分之百的实力 跟新人的这种 热血偏向的 周期末 捍卫脱口秀的尊严 接下来这一组 首先要上场的 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 硕果仅存的漫才组合 掌声欢迎肉食动物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食动物 大木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某一天我们被冲到了一个无人岛上的话 该怎么办 先跟老板请个假吧 请什么假呀 我说的可是荒岛求生啊 这也太难了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练习一下 对 就假设 我们现在被冲到了一个无人岛上 然后我们在沙滩上醒来 好吧 我们这是在无人岛吗 肯定是啊 你看 无人机 无人车 还有无人超市 太现代了吧 要一个真正的无人岛好吧 我们这是在无人岛吗 肯定是啊 你看这个牌子上写着 无人岛 门票20 旅游景区嘛 荒岛 荒岛求生 好吧 我们这是在无人岛吗 肯定是啊 你是 来营救我们 是不是 好 谢谢啊 我们得救了 赶紧走吧 太快结束了呀 还没来得及练习呢好吗 我们现在在无人岛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啊 应该是搜集物资 我找到一盒火柴 我找到一只蝴蝶 春游来了吧 春游嘛 你找点有用的好不好 好 你找到什么 找一个叫贝尔的老外 来呀 来 太有用了呀 有了它 我们没必要冒险了吧 你能够找点有意义的 嘶 你找到什么 我找到了 人生的意义 走干嘛去了呀 我们啊 现在应该先解决水的问题 好 嘶 我找到个椰子 我找到个吸管 打不开吧 嘶 我找到个椰子 我找到个电钻 没有电呀 嘶 我找到个椰子 我找到个发电机 你找发电机干嘛 没有这些啊 没有这些 你干脆找送船好了 我船吧 没有船啊 对啊 而且现在椰子是不够的 如果要是能下雨就好了 哈哈 我有它呀 这是什么呀 太平洋小岛上的蝴蝶 扇扇翅膀 拉斯维加斯就会下一场大雨呀 拉斯维加斯下雨 跟我们这没关系吧 要这里下雨吗 当然呀 我来呀 老婆婆 我永远爱你 渣男发誓嘛 水的问题解决了 这个雨下得也太巧了吧 哎 那接下来啊 我们应该解决火的问题了 哦 哎 正好刚才捡了盒火柴 但是被雨淋湿了 哦 对哦 这时候如果有火鸡 把火柴烤干就好了呀 有火鸡 没必要要火柴了呀 好 我们试一下吧 有火鸡还要火柴干嘛 果然是火鸡更有用吧 对吧 最后一根了 我的生日愿望 就是希望有一个火鸡 灭了呀 虚什么愿望啊 现在只能用石头来打火啊 玩什么石头剪刀布啊 而且明明知道我输石头你也会输嘛 哎 现在火解决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应该解决食物的问题了 好 哎 对 捕鱼是吧 你觉得这个格子捉布怎么样 你捕什么捉布啊 现在是让你去捕鱼 好 让你去捕鱼啊 贝尔 没有贝尔了 现在啊 要是有一个网就好了 我带了 你是穿着网袜上岛的吗 无人岛的还带上这种设定干嘛 哎 真的有鱼耶 还有螃蟹 还有龙虾 还有龙王 怎么会有龙王啊 你刚刚 为什么不下雨 为什么 为什么不下雨 好笑啊 你太不尊重人家龙王了吧 哎 你看啊 今天我们就有一顿海鲜大餐了 哎 但是我海鲜过敏哎 早说呀 早说我们去森林里摘果子好不好啊 森林里也会有食人族吧 食人族在无人岛 早饿死了呀 对啊 你看 哎 这个树上有果子 这也太高了吧 我们把它摇下来好不好 摇我干嘛 摇树啊 摇桶一棵树啊 啪哒 苹果 啪哒 香蕉 光鸡 榴莲 所有水果掌一棵树上了是不是 哎 大木 你看啊 我们解决了水 火和食物的问题了 对啊 温饱问题解决了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 接下来就应该 挑起战争 你够了吗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肉食动物 好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看演完大木长出一口气啊 嗯 怎么了 因为这个本子是我们两天前刚写的 刚写完 对 对 然后就算上这次差不多就第三次上台 以前没有这样过哈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他们两个的表演 每次每一段作品都是打磨过很多很多次的 对对对 因为需要配合的比较久 节奏什么之类的 但是完全看不出来是新写的 在酒店练了很多遍 差不多 因为我们想要要求自己大概在上台前演过三十遍吧 至少 所以我们就拿个手机一直录 然后大概录了 差不多应该有三十多遍了吧 对 那为什么之前就要写新的以前的演完了是这意思吗 没有 因为这不是要跟周老板PK吗 所以你要用一个新作品跟他PK 之前的那个感觉想改 然后没太改出来 就想说干脆要不是写一个新的 然后觉得自信了 不是要求 你肩板疼不疼啊 他老 你练这么多回来得 你不要这样 哪能这么说呀 然后这人一直的 我现在高低肩其实 那个 看过漫才吗之前 没有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又像脱口秀 又像相声 但又不一样 有点像挺日系的 那种 对对对 说的太准确了 简直是怀疑你看过 好点好点 没有没有 挺好看挺好看 对 而且不容易 真不容易 会比较类似 能看得出来这种两个人 就是两个人吧 比一个人有优势 但是配合起来呢 他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劣势 就配合成这样确实不容易 你说的东西吧 在我们这舞台上都发生过 对 有感的人就变成劣势 他们俩上次就惊艳到我了 嗯 就是真的是挺挺棒的 我挺喜欢的 真的好密啊你们 好感谢两位 好 好吗 啊 獲得20票 进入早上去 我那个觉得太好笑了 我没想到我也会变成一个带色的玫瑰 你来来来来 我怎么笑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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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冠军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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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有什么狠话跟他说 下一位也是走你们这种偶像路线的 对不对 因为你们同期都是一种顶流的颜值的话 你对他有什么 什么样的话要跟他说吗 就是加油好好演嘛 就是没有什么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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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啊 那请广志进入带定区 这次获得了20票 厉害 广志又进化了 这时之声可太难了 对 那咱也不啰嗦吧 真的是 我们真的也没有想到 广志这一声会有对手 对不对 掌声欢迎许志胜 好 大家好 我是徐志胜 确实这个节目效果 确实是很多演员 靠努力无法达到的 等一下就变了 等一下就变了 对啊 郎伯禄啊 确实节目播出之后 收到了一些好评啊 全是夸我丑的 那我说我研究生刚毕业 大家也不信 还有人给我发微博视信说 你给我看看你的学信网截图 确实刚刚研究生毕业啊 我就发现在社会里和在学校 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你在学校里 你发现身边的人 都特别有梦想 你感觉每一个人都活在梦里 我一个同学啊 他的梦想就是去美国留学 他从大一就开始努力 每天非常努力的倒时差 他就认为他和去美国之间 就差十二个小时 我另一个同学 他的梦想就是去拉萨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他就一脸庄重地看着我 他说自圣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去拉萨 我站在旁边 看着他装重的样子 我都感觉他是文成公主 而且他也不努力 我倒是他同学都过来劝他 说你得努力啊 你实在不行去楼底上 练练高原反应什么的 但他不是喜欢宣扬他的梦想 经常跟我说 我说自圣你知道吗 我说哥们我知道 你有一个梦想是去拉萨 现在我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送你去拉萨 现在你去拉萨的火车票 我都替你看好了 来回七百五 你要从大一一天存一块钱 你现在从拉萨回来两趟了 当然了 我也根本不想送他去拉萨 我说让小鹏P5送你去吧 他有百变空间 开累了还能躺下休息 读读书什么的 他说读书我等啊 自圣我见你第一眼 我就说自圣啊 你就得多读书啊 但是你会发现进入社会就不一样了 进入社会真的很难 找工作就很难 你在学校里还能经常听到别人安慰你 说啊呀自圣啊 没事 你们年轻人的机会是无限的 但是当你出来找工作 你就会发现 年轻人的机会确实是无限的 但是年轻人也是无限的 而且根据求极限原理 无限比无限很有可能等于零呀 听不懂这个梗呢 真的很难有无限的机会呀 找工作真挺难 而且招聘要求上 一个个还在那写着 要求什么五官端正 普通话标准 我说这个针对性是不是有点太强了呀 去年呢我还是找了一份实习工作 是在一个教育机构里 当初中物理老师 然后我遇到这个领导 特别喜欢劝别人喝酒 我第一次跟他喝酒 我就说我说领导 我不会喝酒啊 真不会 领导说真不会啊 我说真不会真不会 来来来来 我教你 来你看 这个是酒 这个是嘴 喝酒啊 唯一的难点就是把嘴张开 就这种领导教你的 有很多东西是领导是不教你的 但他认为你知道 有一次我跟我的三个领导坐电梯去吃饭 大家可能知道啊 在电梯里有一项潜规则是 谁的地位越低 谁就应该按这个电梯按键 但我当时就认为是谁离得近 谁按 所以说我和我的领导 从12楼到9楼吃饭 电梯门打开 还是12楼 所以我的三个领导 还是同时把目光看向了我 我在那儿就以为是他们想让我缓解一下这个尴尬 有个领导说 我说领导啊 这个按电梯啊就是 这个是手 这个是按键 按电梯唯一的难点是 你要用手给这个按键一个压墙 但是当你为了缓解尴尬讲了一个梗 但你发现 整个电梯里回荡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而且这个小领导真的是很生气 他出去之后 开始给我传递一些特别错误的价值 让我说 只剩啊 只剩 你都进入社会了 你应该学会先当狗 再当人啊 真的 这一句话 就整个的颠覆了我对进化论的认识 就因为这句话对我的重启太大了 我紧接着问了领导一句 我说领导啊 那你现在是人是狗 我感谢你一下大家 是不是 交给观众了 这就是头发掉了 头发掉了 啊 怪不得 原来是头发掉了 越来越好笑 3 2 1 请 锁票 哇 哎呀 我看智晟表演的过程中 就想过去给他把那个头发浮上去 这样 别难受 这一边就一边往下滑 帅气 我身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演员 前两天录节目 一见面也没跟我打招 我跟我说 徐智晟好好笑 然后 你知道你现在就是多招少女喜欢 哇 我是说到个有人是认真的喜欢何广之 对 国际已经像国际影星了都已经 但是 我转给他了 他给拒绝了 我回复了呢 回复你了吗 对 他就回复了我一个那种特别云淡风轻 好像这种事他见多了 对 你不要伤害人家 那个戴死的玫瑰 用你刚才那么精妙的比喻系统给他一个身份吧 太像斗牛了 那种白颜色的那种 梗 对 斗牛梗 不是 你们俩这组合真的 真不是人身攻击 我特别喜欢狗 我特别喜欢用动物 我特别喜欢用动物来喜欢 这个招鼻完全太苍白了 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这剩真的很厉害 当然这个长得有喜剧天赋 长得会让大家 让大家会关注 但其实刚刚他后半程的很多段子 跟他的长相是没关系的 对 好 再一次 大家好 我是一个三胞胎 三个人表演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少说一点 词儿 三胞胎啊 我的天啊 为了跟王勉合作 我们特意去学习了音乐 没学会唱歌 但学会了如何表演音乐 其实我们想和王勉合作呀 因为我们觉得 女生在生活中有很多话 不好直说 有很多想法 不方便说 所以我们就打算 让王勉把这些话 说出来 就比如说呀 我特别讨厌在夏天穿短裙 因为穿短裙太热 但有男生会说 你们穿短裙还说热真矫情 我们还要穿短裙 我们还要穿裤子呢 其实我穿短裙 比你穿裤子热多了 但我没法跟你解释 我没法跟你开口 我真想对你说 老娘比你多了一条 多了一条 打击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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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感情就像你夏天穿着短裤 里面还有套短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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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裤子热多了 我走的每一步都会像巴黎联盟路 手 还有另外一种场合 我们也会感到很有压力 那就是饭局 尤其是那些男性浓度过高的饭局 因为那些男性啊 都太会表达了 而我们只有在表达以下观点的时候 才会受他们欢迎 嗯 是 对 哇哦 嗯 是 对 真的吗 是啊 对啊 对啊 是啊 对啊 是啊 对啊 对啊 是啊 对啊 好有道理啊 爱意了吗 你的美丽展现了吗 我真想为你鼓掌啊 你的格局最大 地球容你不下 任意的我们就是个国家家 还有些时候啊 有些人一句话就能让我们不舒服 比如 当有些男性提醒我们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不刮腿毛啊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我的腿毛 都扎到你了吗 扎到你了吗 你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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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打扮得怎么好看 是为了给我看吗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那你穿得这么长 是为了诺歇我吗 但如果我们不打扮去上班 老板又会说我们 你上班怎么不打扮呢 这样会让我觉得呀 在你心里你并不尊敬我这个老板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他怎么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最后这种情况啊 跟前面几种都不太一样 如果你也经历过 就绝对不可能忘掉 那还是在大学的时候 那一天我快要走到寝室楼下 突然跳出来一个男生 蒙住我的眼睛 把我拉到暗处 当我在此睁开眼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横幅 那个男生抱着吉他单膝跪地 我爱你们有多深 周围围过来的人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路上的人 宿舍楼上的人 都开始喊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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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我完全说不出话 但是我的心 救命啊 好尴尬 越黑风暴 冒着我绑架 你准备了这么多蜡烛啊 快闭上你的嘴巴 不要再唱歌了 你以为男生会弹起他 个别的帅吗 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想呈现这段表演 就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只是女生 很多人包括我 生活中都有很多时刻你不敢表达 因为好像比起自己 我们会更在乎别人的感受 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解读 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在乎别人有没有给我们投票 但我们今天就不怕了 因为我们想被投票 也没有资格了 谢谢大家 音乐做口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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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怪他们退赛哈 还值哈 爽了吗 开心 过瘾哈 遗憾吗 没有办法取得名次了 你说我吗 没有啊就是玩嘛 可惜的不是王敏 是音乐 人家本来能够争取这个决赛 我们要感谢人家 人家不退赛我们都进不来 那完全可以王敏退赛 然后演一演乐 就你帮他们配音乐 然后人家继续参加嘛 那不 我不还得上来吗 对 还是会不公布 不用不用 你就坐在那上面弹呀 你不是上来 他是个VCR呢 可不敢坐在上面坐着了 这段还是很好笑的 可以 这个如果投票的话 票数不会抵的 我真的 哎呦 这个形式也很好啊 不是所以说很奇怪 就是在于 因为我觉得王敏还有演一演乐 什么形式只要好笑 真的很开心 那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吗 对 就是因为去年那个王敏得冠军的时候 李淡还在说 居然有人没投票 是不喜欢快乐嘛 然后我觉得 对不对 什么是脱口秀一点是不重要 因为您最终看什么东西 都是为了俩对高兴